我去了寄在探店里子上很久了的咖啡馆 这家网红店其实离我家很近 但可能也因为离得越近 我越觉得可以等 然而就好像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一样 我们最终反而没有去做 于是我决定不再等了 我们就在咖啡店同名的垃圾桶边上 想用饮品 别有一番风味 后来发生了一件特别巧的事 这是我高中学生的小学生 真的吗 哦 这么小的窗户 你都在拍摄所有的东西吗 对 不是所有的东西 但是有些东西 谁是谁 你欺负了 我欺负了 我欺负了 小学生 对 一时间我有些感慨 原来距离我的校园青春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我开始迷恋那些来自于古早年代的事物 比如胶片的色彩 DV的画质 曾经听过无数次 在当下已经被新一代年轻人认定过时的老哥 以及未曾说出口的话语 我觉得现在的人们总是太急迫了 连从巴黎寄回中国的明信片都只要四天了 还有多少人真的会在匆匆的情形中停下 驻足看以后路边被秋色染青的树面 却发现每一天日落的微妙不同 我很惭愧 我已经很久没有细致完整的读完一本书 不去看那些大壮小帅小美的影视浓缩剪辑 我连去塞纳河边散散步时的心态都变了 我只顾忙着快速向前冲 我会不会在年到中旬时 才相信我还有那么多鲜活疯狂 年轻热烈的事情没有去完成 但至少此刻我还拥有眼前一场特别的日落 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不再热爱成为日落的观众 那便也是我不再怀着好奇和奇迹生活的时候了 幸运的是我的邻座也是我的sponsor 他会一边抱怨一边给我拍好看的照片 我们都需要一些人和事来提醒自己慢一些 然后让自己的生活热闹一些 这是我9月15日那天最感动的时刻 或许是因为我是一个内敛和不喜欢表露深色的人 我的身体长时间也跟着僵硬了 我做不到心意在人群中放开 这让我特别羡慕那些可以随时随地翩翩起舞的人们 我在一年前的视频 巴黎的秋是倒放的春 年生的夏和偷灰的冬里 曾讲到我在深路一岛漫步时 看到一位在楼道里自顾自起舞的女士 她的轮廓因为午后阳光弹在玻璃上而摇曳模糊 让人无法看心 但此刻我觉得自己看心了 我希望未来的我 也能成为不顾众人眼光 自在其舞的可爱女士 很可惜 哦对 我把巴黎生活视频系列改名成巴黎回忆录了 主要也是因为 每次等我开始剪辑生活碎片时 距离发生的时间总是已经过去很久 同时我也希望未来再回看时 我能很自豪地告诉自己 我用心地活过了那些回忆 他们是很棒的回忆 我的朋友在前面 我们要学习那样去跟一位 回国了挺久的朋友去猜 他刚回到巴黎没多久 Are you going to call him 哎呀他走得好快 at some point you're going to reach there 你又能整理你去吗 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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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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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